妮妮,你做的蛋糕真好吃耶 那是,我妮妮可是顶级的厨师哦 真好吃 对了,另一块蛋卡卡还被我们关着呢 她应该没有吃东西吧 这是她应有的惩罚,再关她一天 妮妮,这样子不好吧 她应该也知道错了 我们给她吃点东西,放了她吧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妮妮,她晕倒在地上了 是不是我们的惩罚有点过了呀 快起来,别抓了 你这个恶罢卡卡,再装我就放过了 诶,别,我起来不就好了吗 都说她很会装的 帅飞龙,美妮妮 我知道错了,你们放过我吧 你看我的熊猫耶 我昨天以日未免,再思考自己的过程呢 我真的知道错了 妮妮,她都这样子了 不然就放她出来吧 好吧,拿着这些蛋糕,吃完躲远点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威飞坐胎 我就把你放进熔炉里 上个七七四十九天 好的,我保证 等我出去看谁进熔炉里 妮妮,那我们去郊外玩吧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小人报仇,从早到晚 嘿嘿,我怎么会是小人呢 诶,这不是妮妮的师父吗 妮妮可怕她了 我得想个办法让她打妮妮 有了,我先让自己变大头先 老师父,老师父快救我 我被住在山脚下的妮妮欺负了 她可坏了 山脚下,妮妮除儿 小伙子,你先别哭 我家妮妮怎么会欺负你呢 她也打不过你啊 师父,师父,你看 她坐了个陷阱把我关住 然后就放蜜蜂来扎我 我现在头还大着呢 这机械兵不是我给妮妮用来做陷阱抓野兽的吗 这妮妮怎么能欺负人呢 师父,师父,你一定要为我逃回公道啊 放心吧,我会的 如果真是妮妮,我一定不会轻饶 小肥龙,很晚了,回去师父家报到吧 妮妮,我一时怎么教你的 你怎么能够欺负人 师父,师父,我逃,怎么回事 老师父,你怎么打妮妮呢 这一周是你欺负人的证据 别想狡辩了 你今晚别睡觉了 就在这里面壁思过 老师父,老师父,是她先欺负我们的 你别再为她狡辩了 我心知肚明 老师父,你怎么不讲道理的 是不是老糊涂了 说我老糊涂 肯定是你教坏我家妮妮的 你快点离开我家妮妮 师父疼 好了,别打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妮妮 你不许和这样的人交朋友 不然以后,别认为我这个师父了 小菲罗,你走吧 你你你你 那我先走了 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